草屯乔光国小即将欢度60周年校庆 为了让校庆活动更加有意义 县府学校以及慈祭基金会合作 将慈祭行动环保教育车开入校园 即日起到26号 由乔光学生及慈祭志工导览 开放给邻近社区及学校来参观体验 期待能扩大推广 节能减碳 为校庆活动注入环保永续行动力 敲鲁打鼓还有职敌队的精彩表演 为了庆祝乔光国小60周年校庆活动 县府特地与慈祭基金会合作 将慈祭环保教育车开进校园 并举办节目仪式 从今天起一直到26号 教育车将进驻乔光国小 推广节能减碳的重要性 结合了环境教育的一个理念 就是希望能够宣导民众减少资源的浪费 以及在使用的资源之后 能够再把资源能够再重复使用的一个观念 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教育行动列车的一个方式 来精确而且明确的有效的来宣导民众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方式我们觉得 环保局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行动列车它具有一个移动性 将来可以我们宣导到更多的一个学校 去做这样的一个环境教育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慈祭行动环保教育车是由慈祭志工打造 内部共设计有12道关卡 供学生以及民众体验 透过导览以及实作 将各种节能减碳的观念融入生活 让大众了解环保爱地球的重要 那这个在环保界方面 可以说是最新潮的一种行动教育环保车 所以我们借着这样一个里面有十二关 那这个十二关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非常的相关 要怎么样来减碳 要怎么样来爱护地球 要怎么样来让经济能够循环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透过学校的展示 让全体师生都能够了解 同时也能够带回去邀请家长来参观 能够落实环保在日常生活当中 同时我们在这边也非常呼吁 社会各界以及各种学校 能够来这里能够参访体验 除了持继志工参与活动导览 乔光国小也培育小小导览员与社区 以及周边幼儿园学童互动 希望透过活动加深大家对于环保的仪式 那透过环保列车到我们乔光国小来展示 我们从昨天开始就培训了一批小小志工 导览员我们从我们的五六年级的高年级的小朋友 培训他们成为一个导览小志工 来为我们的中低年级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做导览 让全校每一个小朋友都对环保教育 有深入的认识跟了解 环保列车我觉得就是很有趣 因为就是平常很多环保的一些就是事情很多都不知道 那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就是让我知道了很多环保的事情 那其实就是环保真的对地球来说很重要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块省水 就是原来让我们知道原来平常我们水开那么大 跟水开跟一根筷子一样多 就可以省水省了那么多 而且就是用量也会差很多 然后我这次导览 看其他同学都学到很多知识 然后我们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此季行动环保教育车启动短短不到半年 已经在八个县市巡回展示 乔光国小是第十九场 期待南投县各级学校师生 社区民众一同体验 共享一趟有趣有感的环境教育学习之旅 记者张东仁草平正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